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警告称 新型冠状病毒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我们所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危机 需要采取积极的医疗和经济举措来遏制这种病毒 古特雷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是一种结合情况 一方面 疾病对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构成威胁 第二 它具有经济影响 将带来一场经济衰退 这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是没有可以比拟的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库 截至周三上午 全球已经确诊的新冠病例超过88万例 该疾病导致至少4.4万例死亡 3月11日 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 新型冠状病毒为大流行病 当时WHO总干事谭德塞曾警告说 这不仅是公共卫生危机 而且将触及每个部门 古特雷斯还表示 世界的应对必须是双重的 首先 世界需要协调一致的健康应对措施 包括检测 追踪 隔离和治疗 以及限制活动和接触的措施 他还呼吁在准备就绪后能够有全民治疗和疫苗 但古特雷斯也警告相关的经济灾难 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预计衰退将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加严重 联合国随即发表了一份长达26页的报告 呼吁其成员国采取积极主动的行为来限制传播 并采取大规模协调和全面的多边应对 至少占全球GDP的10% 古特雷斯表示 任何经济救济必须针对世界上最脆弱的人群 包括妇女 低薪工人和冲突地区的人们 他表示 在这场危机期间和之后 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着重于建设更平等 包容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和社会 在这面对流行病 气候变化 以及我们面临的许多其他全球挑战时尤为重要